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艺术严重受创 但心灵受创的不止老百姓 法国总统马克宏从G20领袖高峰会急忙返国到巴黎街头视察 行经面目全非的凯旋门前沿途虚声不绝于耳 警方宣布黄背心抗争已成为法国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动 马克宏名望直直落的同时 法国政府更宣布欧洲以外的外籍生学费可能调涨16倍 再次引发民众反弹 25万人连数坚决反对 让早已焦头烂额的马克宏又陷入蜡烛两头烧的窘境 三地新闻的Win报道